诗篇第十七篇 耶和华 求你垂听我公义的案件 倾听我的申诉 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 这不是出于诡诈嘴唇的祷告 愿我的判词从你面前发出 愿你的眼睛查看正直的事 你试验了我的心 在夜间见察了我 你熬练了我 还是找不到什么 因为我励志使我的口没有过犯 至于世人的行为 我借着你嘴唇所出的话 保护了自己 不行强暴人的道路 我的脚步稳踏在你的路径上 我的两脚没有动摇 神啊 我向你呼求 因为你必应允我 求你侧耳听我 垂听我的祷告 求你把你的慈爱奇妙地彰显 用右手拯救那些投靠你的 脱离那些起来攻击他们的 求你保护我 像保护眼中的同仁 把我隐藏在你的翅膀印下 使我脱离那些欺压我的恶人 脱离那些围绕我的死敌 他们闭塞了怜悯的心 口里说出骄傲的话 他们追踪我 现在把我围困了 他们瞪着眼 要把我推倒在地上 他们像急于撕碎猎物的狮子 又像敦伏在隐秘处的幼狮 耶和华 求你起来 迎面攻击他们 把他们打倒 用你的刀救我的命脱离恶人 耶和华 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 脱离那些旨在今生有份的世人 求你用你为他们储存的 充满他们的度负 使他们的儿女都可以保偿 他们还有剩余地留给他们的子孙 至于我 我必在意中得见你的面 我醒来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